音量的大小与物体的震动有什么关系? 声音是由物体震动所产生 音量的大小又和什么有关呢? 一起做以下的实验 在金属罐上放一堆豆 准备一只铁匙羹 你猜猜越大力敲打罐面 小豆跳动的幅度会越大还是越小? 声音又会越大声还是越小声呢? 试下轻力敲打罐面 细心观察小豆跳动的幅度 和发出的声音 今次大力敲打罐面 小豆跳动的幅度会比之前较大 还是较小呢? 会大声点还是小声点? 小豆跳动的幅度 尽压力敲打罐面 仔细观察 仔细观察 声音 闭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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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多次發出的聲音 音量的大小與物體的震動有什麼關係呢? 因為敲打罐面的力度越大 敲打罐面的震動幅度越大 所以金屬罐發出的聲音就越大